不是的我 你看到我 不是的我 不是的我 这个东西就是 你有可能确实在 你有可能就是骗子 辖区的一位居民联系上妙警官 说她的母亲最近迷上了一款境外的手机软件 还私下用家人的身份证 可能被骗 听到消息的她 马上赶到了毛阿姨的家中 而在毛阿姨的手机上 妙孟婷很快发现了猫腻 不是的我 你看了我 不是的我 不是的我 你哪里有我 你进去我 怎么进去 你看 这个是叫 我停加速器的 不是的我 然后进去的之后呢 然后她去给地址人给你问 这个地址人给你 有千万个人在地址人 地址这么一个猫腻 然后呢 我把我按摩腻 我按摩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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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看 你这个点的是 这个不是 这个是加个人 加速器之后点哪里 然后再地址人给你 然后再地址人给你 然后你这个 就安然安然 然后再地址人给你 你知道这个加速器是什么东西吗 还有这个两次 这个是这个是国外的上国外网站的梯子 这个东西就是你有可能设计的 你有可能就是骗子 它主要是打着就是可以免费挖矿 不要钱 一开始就是所有的注册都是免费的 然后来吸引你去做这个投资 并且说好像你可以拉了几个人 大家一起做之后变成一个团队 那后续会不会叫他付钱 那就不一定了 你这个身份证拍拖上你吗 没有身份证给拉有身份证 我问你 你把家人的身份证拍拖哪里 那我跟家人的身份证拍拖上你吗 那我跟家人的身份证给拉一个身份证 你一个好的 你还有一个地方好吗 你先去 我问得到我 不许 我问得到 我怎么怎么 再来和你好好地干干 你这个 第一个这个加速器你看 它是上的是国外的 国外的 我以为它打得很大 它登录是国外的一个网站 然后这个叫T字 就是算门上国外网站的 不是 我老师 我来说我行吗 我老师 他说你个电话 我可以拎着 他还是个设计那样 你这个是拎着的吗 不用拎着的 我拎着的 叫什么PIAPP吗 说个几个分啊 三个几个 这个APPP 你有三个获取的吗 没有 不要 不要 我知道不要 我知道不要 我没有这东西 跟你没提起来 可以拎他就算了 我去这城 不拎着的 我拎着的 我拎着的 分开几个 你还会拎着 我拎着的 有个人我能拎 这个 PIB 这个就是PIB吗 挖笔 PIB 是吗 它是否划笔 这个是PIB 这个也是一个 我拎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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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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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劝书 某阿姨意识到 可能存在的风险 当场向妙警官保证 不再碰这些 所谓的 挖矿软件 正如他所说 群众只要联系我 就是相信我 我要尽自己所能 去帮助他们 这样才对得起 他们的信任